木龟长安,欢迎来到《雷台南国》,咱们继续来看比赛,观战方的话是火火山,对方的话是方寸,阿萱的一个方寸,观战方是王不留情的一个物理系,从方方的一个硬件来看的话,观战方有着绝对的一个优势,打方寸的话,开局得拉宝宝拉单位,防止对面的一个风沙, 阿萱的话,最近也是回归这个战场,对方来一手避重风,封住观战方的一个人,观战方给宝宝卡大击,人物继续拖, 对方避泪拍观战方的一个宝宝, 双方都是这种单调节的一个高手哈,但是传统的一个魔方寸,在这种模式下的话,肯定是不太行, 观战方单点掉对面的一手童子,双方场上都是三只宝宝, 观战方一手弱点,打一万选,双方的一个硬件差距确实非常悬殊, 观战方的一个人, 观战方的人物平地出曼天,叠一手伤害, 宝宝在各一手,再次拿掉对面的一只宝宝, 对待方一手风光给到孩子 对待方应该是一手龙孤孩子 咱们来看一下 怪大方继续平安 再次出漫天 一回合点不掉对面的一个小孩 对待方的一个孩子应该是高鬼魂的 这个高区打他很疼 应该是高区 要不打了这么多区 对待方人物继续戳 不顺法 想追一手宝宝没有追到 哦 法连可以一手双杀 怪大方继续戳 这样的话对面的一个龙孤孩子 还是有出手的一个机会 对待方阿轩的一个打法 也是确实很激进 对待方再卡一手大肩 怪大方宝宝一手高连 应该也是驱鬼的 对待方催眠催动怪大方的一个人 对待方催眠催动怪大方的一个人 怪大方一手勤俭 对待方再给自己加分光 宝宝平AA 对待方这只宝宝的话是厉皮的一个套装 应该是 冠大方的也是被封中了 所以的话状态也并不是特别好 冠大方继续戳 场上的话总体对待方要占优势一点 但是对待方手里用的一个宝宝并不是特别多 冠大方再次拿掉对待方的一个宝宝 对待方的话必须速战速决 要不打到后期的话 冠大方很难打 冠大方再次一手弱点点飞 对待方一手宝宝 这样的话对待方应该是马上就要投降了 冠大方的一手高连 对面一千血 对待方拉出最后一只手法 冠大方一手不停乱棒六千 哎呦 冠大方的一个硬件确实是猛 这样的话对待方如果我是对待方的话 应该就直接逃跑了 对待方一手刀头八千六 冠大方出发一手献祭对待方残血 对待方最后来了一手效果长刀 冠大方直接一手弱点拿掉对待方赢下比赛 下时间 End 等一下 judge senator delta 你 你 你 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